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人到了新莊的紅燴廣場 要來拍一下第一集的 究竟美食街吃到飽會花多少錢 因為之前我有拍過夜市的 就是夜市會吃多少錢 那其實我也蠻好奇 像是台灣有非常多的這種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試一下 因為其實美食街的東西真的非常多 非常的琳瑯滿目 相信我應該是有辦法把它全部都吃完了 不過因為今天剛好是館長的比賽 5月1號 第七八的分量級是 喔 這個是吃我好好耶 這個是一個YouTuber 連吃成這樣子才說成這樣子 哇 這個是Logan Franklin的刀牌動作 大砍刀 真的 哇 謝謝好好 等一下吃我好好 哇 帥 我們剛好比完賽真的是非常的餓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吃蠻多的 而且我其實蠻好奇 吃完肚子到底會變多大 就是現在看起來是平平的 我相信觀眾應該也蠻好奇的吧 等一下呢 我就呢 光著上半身 然後一直進食 然後他也可以看一下我這個胃 慢慢一點一滴的撐大的這種感覺 趕緊我剛剛已經稍微逛了一下 非常多美食 非常的想吃 那我們趕快去買起來 Let's go 好 我們第一道菜 來了這個是韓式的牛肉飯 現在在大廷房下脫衣服有點乖 好 不過我們去看看吃東西前的肚子 收得起來 好 那我們馬上來吃一下第一道韓式飯飯 因為其實他就在我正後方 特別的想吃 那這個價位是170 好 吃起來 而且我上面直接給他加了超多的這個辣醬 好久沒有吃到這麼好吃的醃汁牛肉了 哇 辣醬加得完全的到位 白木耳很脆 哇 泡菜非常的脆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餓很久之後 吃到任何東西都非常的好吃 這一間呢 給過 海菜湯 很燙 海菜非常的新鮮 好 那我趕快把它吃一吃 接著再吃下一間 OK 第一間吃完 馬上 我剛剛就買了第二間 第二間馬上就老了 吃完韓國汁 我們直接馬上來吃一下 越南料理 牛肉炒河粉 哇 這牛肉炒河粉 的量其實還蠻多的 太爽了吧 哇 這間 講老實了 很還好 它沒有那種越南的元素在 我覺得有點可惜 麵條有點 太黏了 然後加點檸檬汁吃看看 它其實看起來 跟吃起來好像有點差 我原本以為它看起來很好吃 吃起來它真的 沒有那種元素在 好可惜 不知道它是走哪一次 不過我這間覺得還好 然後牛肉其實沒很多 然後其實剛上一間的牛肉 比較夠味 這種是炒牛肉片 不過沒關係 我們一樣把它吃完 然後它這裡有附這個 凍丸湯 兩大顆 喝看看 凍丸滿有Q勁的 然後也會脆 反而凍丸湯 比主食好吃 好 那我們把它吃完 然後再接著前往第三間 越南飛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飛往台灣 就直接飛回來 我剛點了一個炸雞 那應該好了 點餐的時候沒穿衣服 其實有點奇怪 被當成怪人 不知道這支變成會不會黃標 好 哇 又回來了 各位 那我們原本說有激光香香機嘛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點點心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那它外帶一定會有這個袋子 所以 我們就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好的 馬上來試看看 豬仔流沙包 這聽說可以從鼻孔裡面擠出 它的機翼 老漿 可是擠不出來 然後上面我只要碰到 就會沾 沾滿我的這個 膚色劑 應該吃的是沒事啊 裡面的沙沒有到 非常非常的多 那撥開來給大家看看 用撥的就會流耶 還是上一個其實它是NG品啊 因為剛剛上一個 其實我吃不到什麼沙 吃一下 哇 直接進到我的腦門裡 超爽的 這個我來試看看它到底擠不擠得出來 咦 不少啊 哇 從下面爆出來了 浪費 浪費 我想說 不是大家都會從鼻孔裡面擠出來嗎 我今天怎麼會這麼的衰 好啦 這個就沾一沾不要浪費 最後一口啦 好 好 再來就是炸雞時間 因為它在下面 一直散發出 非常濃郁的香氣 那香氣 激光香香氣 大家都已經吃過 之前呢 我有看你們找別的創作者 但是 其實我也是 很喜歡吃你們家產品了 好不好 然後我點了一下 它的這個 炸雞 以及 地瓜薯條 我在 備賽的時候 一直想著吃地瓜薯條 麥當勞 因為 這陣子麥當勞有出地瓜薯條 但是我都沒吃到 精心念念的炸雞 馬上直接插起來 有 有脆 有汁 哇 這感覺我可以吃一百顆耶 太爽了吧 薯條 哇 今天我遇到了非常多的選手 就是他們在走遊養啊 或者是 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都是看我的影片 非常感謝你們 願意收看 那 現在呢 換我拍給我自己看了 我到時候 走遊養的時候 也可以回播一下 剛剛我們的小幫手呢 因為我東西快吃完了 哎呦 馬上就幫我 叫了一個 腿褲套餐 好 那 我去拿一下 對 有沒有想要繼續把它吃完了 好 等我一下 好的 我拿回來了 腿褲套餐 你有看過 炸雞配腿褲嗎 沒有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看到 滷肉飯 哇 這個肥肉 就是我要的 哇 好香哦 炸雞配飯 哇 台灣跟台灣怎麼可以這麼搭啊 受不了 青香菜炒得很脆 然後它是 做成那種涼涼的 再吃一下 主角 腿褲 該肥的肥 該瘦的瘦 然後瘦的地方 雖然柴了一點 不過味道滷的非常的夠 事實外 看那個 肥的地方真的是 膠原蛋白很多 而且非常的Q彈 哇 很好吃耶 來把最後的地瓜薯條給吃一吃 現在吃了蠻多鹹的 我覺得 下一個東西可以吃一點甜的 嗯 哇好久沒吃這麼油膩哦 好爽哦 它這個是會黏的 會有那種膠質耶 白蘿蔔湯 看我們把飲料甜點都拿回來了 檢查一下我們的腹肌還在不在 好像還在哦 還收得起來啦 還收得起來 這代表說還沒有很飽 還沒有很飽 還吃不夠 還蠻可惜的就是 這個甜點 它呢 只一定提供這種外帶的盒子 對 那飲料也是 想環保也環保不起來 我的東西也被收掉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仙芋仙的甜點 用料感覺很多 然後我是選他們人氣Top1 有那種化學的芋頭味 以及化學的香蕉味 雖然你知道它是化學 但是就很帶勁 你知道嗎 直接沖到這個腦腔裡面 芋圓也很Q 哇還有昏桂 其實只要吃那種QQ的東西 我都覺得特別好吃 那冰體 就是那種化學的味道 第一口很好吃 可是吃多了之後 就是覺得 好像有點膩耶 我看還是打濕一口 木瓜牛奶 這就有那種 木瓜 帶有一點微甜 微苦的味道 真材實料 好喝 也有可能是這個甜點太甜了 導致這個木瓜牛奶 剛吸起來 好像沒什麼甜味 就是帶有 那種比較特色的那種木瓜的苦味 那我吃完這個冰餅之後 就可以再接著去吃 鹹的啦 然後剛剛我們的助手 因為我一直吃不停 他呢 就在幫我去點了 一個羊肉湯 一個很普的羊肉湯 以及我剛剛 跟他說我很想要吃麵類的 因為 好像還沒吃到很滿意的麵 我就點了一個牛肉麵 牛肉湯再加牛肉的 欸 乾麵嗎 反正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先吃 哇 敏感性牙齒 如果有那個 對對對 有一個廣告的話也可以找我 這時候非常的適合置入一下 不過沒有耶 哇 真的感覺 我都不會飽耶 一直都 屠於一個非常剛好的狀態 點了一碗羊肉湯 備賽嘛 臉都備到凹了 一定要大碗羊肉補起來 那這一碗真的是非常的香 它的價位是210 其實算是今天點下還算蠻貴的喔 那它這個羊肉非常的多啊 有羊肉片 羊肉塊 以及這個羊的骨頭 一端上來真的是非常的香 整個那種 中藥材的香氣 喝起來很順 但我覺得它的那種 藥材味如果可以再更 重一點點的話我會更喜歡 因為它感覺有點太太清澈了 我想要就是那種 感覺像吃中藥的 帶有點苦味的那種 不過也是很香啦 然後它旁邊有這種辣豆瓣 或是辣椒醬 那我覺得一定要沾辣豆瓣 最適合的味道 沾一下羊肉片 羊肉片的話還蠻柴的 但是一下羊肉的 這種肥肉的肉塊 這種應該就會比較 來得好養 這款就有羊的燒味喔 裡面還有一些高麗菜片 然後 對大致上是這樣 其實老實講 就只有羊肉塊 我覺得像是在吃羊肉爐 那其實整體我覺得 還好 因為它的羊肉片跟它的湯 我們有到非常的喜歡 不過羊肉塊我喜歡 可以推薦就是 不但愛吃很燒的羊羹可以吃 不過我都覺得 你都已經吃羊肉料理了 一定要燒啊 越燒越愛 骨頭之間的這個 膠質也是非常的誇張耶 好黏喔 喝完這一碗 蠻大碗的 意體讓我瞬間有點膨脹感喔 然後我再看 等一下 麵吃完會不會更脹 哇 好 好的 我們的這個牛肉麵來啦 像美食街啊 他們有些有提供內用嘛 但是我跟他說 我想要有那種拖盤的 那種外帶的 他說沒辦法 所以他一定會給這種有盒子的 欸 蠻可惜的 因為今天比較忙碌 所以沒有準備好那個環保的那種袋子 所以大家說要環保環保 我都有顫到 只是今天剛好就比較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來吃看看這個外帶過後 這個消滾麵丸 好吃不好吃 那這個的話其實蠻貴的喔 這個要380 好的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吃這一間麵 然後還沒有研究 他就有教學 然後我們就先吃乾麵吧 他說我教學要怎麼吃 他說可以搭配著 如果太乾的話 就加入一點點這個湯 這麵看起來真的是蠻乾的 銷魂麵 他名字是繼續銷魂 可是我吃下去沒有到特別銷魂的麵 但是這個不能說難吃啊 這個比剛剛我吃的草河粉 還要好吃 蠻多的 他的麵本身就已經拌了一些 他那種香油啊 辣油之類的 所以本身吃起來有點辣 然後也蠻香的 然後我們再吃看看 他這種料 大大的鴨血 有點壞 表現算中規中矩的鴨血 以及他這個 三寶 那三寶的話肉塊有大概三片 那種大大的 這個 肉蠻嫩的 第二寶 他有一點麻辣麻辣的味道 然後就是那種 牛五花肉 然後拿去燙鍋之後 最主要還是他這個湯底的這個 麻辣味 然後牛筋 這是第三寶 但牛筋好像只有一塊而已 牛筋很Q彈耶 不錯不錯 好像基本上大致就這樣 味道就是 有辣有麻 價位來說的話 我覺得性價比不是很高 因為他的份量來說的話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吃完 然後他旁邊還有這個 沾料可以讓你沾一點肉 如果鹹這個湯 不夠鹹的話 我們可以再沾一點點 我試一下 他這個沾醬是有一點 再有一點 酸酸的味道 又讓我開胃了 先想一下 等一下要吃什麼飯好了 吃這個讓我想到 跟千千去澎湖拍的那個 千千做會假套頭 我就一直坐著 然後 每一道每一道就一直上來 哇 飽 這樣子一直吃 超爽 好開心的澎湖時光 這湯的口味真的還蠻重的 我沒有辦法把它喝完 因為太鹹了 如果裡面的料 我都把它吃完了 嗯 哇 好爽哦 接著 再來吃下一道吧 又到了 甜點的時間啦 甜鹹交錯 看到甜點 笑容滿面 這好像什麼廣告詞哦 好啦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哪一個 我不會啊 這怎麼唱 兩個禮拜一湖 水族以及清酒 兩個禮拜一湖 水族以及清酒 它很重要 要吞口水 兩個禮拜一湖 這個 這段應該會整個被剪掉吧 太長了 而且依照我這個臀片 5月1號 這個梗早就已經退流行了 好 我們來試一下抹茶的 它呢 一球 是80 兩球是110 但是我們有加了這個杯子 以及這個一點點綴 所以總共價位最終來到了160 不是啦 一球是不是110 一球110 兩球是140 兩球140 然後有加杯子就是160 160 哇 那這冰淇淋 那我很久沒吃啊 這個算 平價嗎 高檔 好高檔 這酸甜酸甜的 好開胃喔 我一直在講好開胃 因為我真的沒吃飽 好想再吃一點鹹的 哇 它這甜筒 很脆耶 而且是那種 有點像是格子脆片的那種 不是一般外面的那種比較厚實的 這一碰就掉了 然後上面這個 蝴蝶餅乾 是鹹味的 再加一點這個鮮奶油 整體來講 是一個非常合格的甜點 因為它讓我很開心 這樣我就很滿足了 然後我把它賺 我怎麼穿著衣服 哇 我發現越吃冰淇淋越冷 我剛剛已經要 小幫手再去買一個熱汁 等下應該就會叫 我們是點了一個披薩 大的喔 我發現我這好像有越來越豬的趨勢了 欸好像有耶 我放鬆 放鬆的時候是豬子耶 但是你要有戶肌也是可以喔 哇 東西叫了下來 我趕快把它吃一吃 看到我這個笑容 就知道我們是 披薩時間 然後我剛剛呢 在跟店員問的時候 他就說 我就問他說 你們這裡呢 哪一個起司最多 他推薦我這個 第四綜合起司 披薩 那他說他厲害的點是什麼 然後他放了四種起司 除此之外 他上面還有撒這個 堅果的這個顆粒 應該是開心果 更厲害的是什麼 他撒上了蜂蜜在上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 鹹甜綜合 然後他說呢 你可以在吃的時候 把這個 捲起來 料才不會掉 這完全是適合一口塞啊 雖然他起司沒有到很牽絲 但他那種起司的濃郁程度 變化的非常的特別 剛開始是那種濃郁的味道 之後又有一點那種起司 酸臭酸臭的味道 但是他那種臭 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起司感覺是臭掉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然後再來呢 就是那個 蜂蜜甜甜的 甜鹹中和 那這一塊呢 它上面比較多這個堅果 剛剛上一塊比較沒有 我試看看 這樣子吃會不會有那種 堅果脆脆的感覺 這次有咬到這個辣腸 有那種辣腸的那種煙燻味 再來就是那個堅果 確實有脆 但是因為他沒有 就是我這一塊沒有成多啊 所以其實就一點點脆的 這樣子 哇 這是 蠻爽的耶 因為他真的 上面的這種起司的脂肪 非常的油亮 非常的香 後面的這個餅皮 感覺呢 又要配一杯飲料了啦 哇 受不了 它裡面還要抹這個喔 這是 鮮奶油的那種起司醬的感覺 好香喔 很油膩 但我覺得就是 正常人可能點這個是來分食的 哇 請問是這個王嗎 光溜溜在這裡吃飯可以嗎 要不要一起 要不要一起進來吃 我覺得大好遠看到一個人 對 怎麼脫光衣服在那邊吃衣服 你這樣不會被檢舉嗎 練了夠狀就不會有這一門 這個問題 要趕快脫衣服 你是吃到第幾盤的啊 我不知道 我今天已經大概花了兩千塊在這裡了 哇 今天要看到底能花多少錢吃吧 哇 之前我拍夜市特輯 那今天剛好 因為比完賽了嘛 馬上來這個 峰會廣場特輯 對對對 我每一間都想要吃完 我現在才從B家 酷辣酢西走出來 酷辣酢西 要不要吃看看吃一片 這很好吃耶 我不行 你不行 我開始在認真 我在調整的 對啊 我們不打理吃飯了 謝謝這個王 吸吸吃 突然客賺起來 太讚了 掰掰 要記得訂閱啊 OK 我繼續逛溜溜吃飯飯 掰掰 百香果冰沙 七十元 這個 你又再給我一個酸甜的這個蔥子 是 不想要讓我 回家了嗎 所以又開胃了 你看 雖然味道特好喝 但是它在這個時候 是好喝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懂這個意思 就是它本身如果擺在 單獨的話 是覺得還好 但是 燈皮撒 還蠻搭的 剛好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 我覺得它不夠酸 但是冰爽程度 跟這個 暢快長度 我給它 蠻高的粉絲 我剛有看到 泡芙 我還蠻想吃的 我再去買一下 耶 買回來了 你知道嗎 剛開始呢 我脫衣服的時候 是覺得 好像有點害羞 可是 當我已經吃到現在 這種感覺的時候 就是好像已經習慣了 人類的適應力 真的很強 結果它只剩 這個口味 所以 香草的 就是最基本的 以及這個基底 這個餅皮 這個外圍 馬上給它吃一下 它超級多人排隊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長怎樣 有喔 然後這是它的這個插入孔 它們都有機器直接插進去 然後加入它這個裡面的餡料 這種在地下街很常看到 小時候我會吃的味道 因為不到幾年沒有吃這種高熱量 最惡的東西 裡面是那種 這樣子的感覺 外面是這種 這樣子的感覺 我知道你懂 沒有啦 就是外面它就有點 就是餅乾脆脆的 然後裡面 那樣 也是 哥哥 還大吸一口 我們的冰勺 好 OK好的各位 我們吃完了 那今天的話呢 總共花費是2146元 那我稍微講一下 我今天覺得比較好吃的好了 第一間吃到的那個韓式拌飯 Pizza也蠻有 蠻有特色的 你要的話 今天好像沒有喝到特別好喝的 薯條 我也蠻喜歡吃的 地瓜薯條 激光香香雞的 那我們最終呢 還是檢查一下肚子 因為今天算是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一集 因為之後應該不會再這樣子 偷觀光吃東西了 放鬆 好像跟剛開始不太一樣了 那我們看可不可以收起來 真空吸附 我已經吸了耶 怎麼吸不起來 跟在台上說差好多 怎麼會變這樣 好啦 那如果喜歡這種第一集的這個 如果美食街吃到飽 會花多少錢 記得鈴鐺跟訂閱 要給他啟嘴 那下次想要看我去開箱 哪一間的美食街 或是百貨公司 有什麼推薦的美食 記得一定要告訴我 那這集因為非常的長 所以也謝謝大家 有把它看完 好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